大家好,我是曾洁明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乌克兰 他对外宣称的 要出动百万大军 收复乌兰 赫尔松扎波罗热 两个沿海 南部的州夺回海岸线 那实际上 他是一个虚张声势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个能力 百万大军 兵员的数量 乌克兰可能有 据说他 正规军加上 国土防卫队 加上警察的力量 他也达到75万人 但问题是 你现在战争 不是那个 以前古代 截 扎木为兵 截赶而起 扎木为兵 比如说陈胜吴广时代 截赶而起 一涌而上 都可以 成为战斗力的 那个时代 这么多人 我就算你有一百万军队 你的训练 时间 决定了你 不可能 不可能这么短期 就能够形成 战斗力的 因为很多朋友 根本都不懂军事 也不知道 现在战争 跟古代战争 不一样 以为只要拉杆子 有人数 就是战斗力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你这百万大军 依靠现在这点钱 你能有多少装备 现在乌克兰拿到手的钱 只有80亿美元 美国虽然批了他 450亿 加上这个英国 还有这些 北约国家 其他北约国家的 也不过500亿 500亿美元 他拿到手的只有80亿 这泽伦斯基 他说了 这个战争开销 一个月都要50亿美元以上 你这个 拿到手的80亿 你能够装备多少军队 更何况这点时间 现在宣称 马上就要反攻了 7月中旬就要反攻了 你这点时间一个月不到 你能够训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吗 不可能的 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他这个 百万大军 收复污染 这种放话 他是一种虚张绅士 那么他有没有可能争打 不可能争打 为什么呢 因为 你用百万大军这种没有形成战斗力 装备严重不足的百万大军 去攻打乌兰要夺回乌兰 你这种人海战术 在现在的战争当中有用吗 没有用 现在并不是陈胜武广 或者是中世纪 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不行的 人家还在说不行的 因为 马克星重极枪的出现 你那种三副海啸式的 成群截队的步兵冲锋 没有用 都被割稻子 随着这个轻重机枪的出现 你那种人海战术没有用 更何况现在战争 自动武器炮火这么猛烈 你这种靠步兵成群截队冲锋 等于送死 我想这个 责任斯基 责任斯基 他不会有这么愚蠢 因为他现在兵员也非常吃紧 征兵非常困难 因为乌克兰的出生率也很低 年轻人口也不足 他是一个老龄化的国家 更何况很多人也跑了 跑到国外去了 达到一千多万吧 所以他 他绝对不会采用这种自杀式的人海战术 根本没有用的这种人海战术 自杀冲锋 不会 绝对不会采用 因为昨天实际他是野员 但他并不是傻瓜 你采取这种白板大军人海战术去攻打乌兰 等于是送死 把自己的有生力量全部赔光 那接下来你只有投墙 因此 因此我觉得他下一步采取的 这种战术的 他不打也不可能 他肯定会打 因为他发了这个狠话 你不打 你的微信扫地了 而且他要为 他要向美国英国要钱 向北约国家要钱 他不打也不行 他会怎么打 就是 他就是 动用这个 到手的这种 美国 还有北约国家给他的这种武器 比如说海马斯啊 还有这种榴弹炮啊 集中这些重火力 狂横滥炸 现在完全跟我预料的一样 就在乌冬那边他 非常不利 俄罗斯接地气 他那边节节败退 他那边因为 乌冬那边 西方给他的武器 要运动乌冬那边 非常困难也非常危险 所以他把这个 美国 北约给他的武器 集中于 集中用于乌冬 跟我预测的一样 他要反攻 他一定会 对乌冬进行反攻 他不会 舍近求远去打这个乌冬 打乌冬 对他很不利 打乌冬 他有没有能力 把乌冬给吃掉 吃下来 躲回来 我刚才说的是虚招 是他没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到手的重火力 只是接近 对乌兰赫松的 扎波罗热的俄军 接近一个齿平的这种 这种状况 接近齿平 俄军还占有一些优势 你要把这个乌兰拿下来 你必须 你必须 就像俄罗斯打乌冬一样 你必须 在重火力上 你要占据明显的优势才行 因为这是现在战争 在现在战争 你光有坦克还不行 你还 还必须在重火力上占据优势 俄罗斯的这个火炮导弹轰不过你 那么在这个重火力的覆盖之下 而且防御公司逐渐的崩塌被摧毁 然后你 你步兵和坦克上去 对方才是守不住了 但乌克兰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他只是接近俄罗斯的持平 所以我估计他 也就是他的所谓的大反攻 也就是对赫尔松的狂洪乱炸 然后拿下赫尔松周边的一些村镇 力争对赫尔松形成包围 形成包围还不一定能够达得到 因为他必须要打 不然的话他没有理由向美国和西方要钱的 但他绝对不会采用人海战术 因为贼嫩司机他不是傻瓜 他是野员但他不是傻瓜 采用这种百万大军人海战术 对他是毁灭性的 这后果对他是毁灭性的 你这么一来得把老本子打光了 所以他绝对不会采用这个 他那百万大军是虚张声势 然后他就会 他也是会这样步步为营 狂洪乱炸 作为这个 像这个美国和西方要钱的一种姿态 说明了我正在努力了 你必须给我钱 但是这个接下来 接下来西方对他的援助 我认为不可能升级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西方已经厌倦了 西方的选民已经厌倦了 大家已经看到强生 已经遭逼宫 就是拱火 拱了这一起 跳了最高的强生 已经被迫成了 留守了 事实上已经辞职了 只待这个下任首相传身 他就得拍屁股走人 那个 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跌到33%了 而且这个中期选举 要即将到来 拱火对他是不利的 现在美国和英国还有欧盟 北约多个国家经济都一塌糊涂 因此 这些民主国家 他不可能 利民一额洞 继续拱火 他能够维持这个 每个月 给他50亿都是一个问号 因此随着时间的退役 对乌克兰是相当的不利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